加州洛杉矶市政府表示 当地企业、学校及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 于3月15日起重新开放线下业务 中学7至12年级的学生届时将重返校园 但是重开仍要遵循防疫规范 健身房和瑜伽中心最多只能接纳原有客容量10%的人次 电影院可接纳原有客容量的25%或最多100人 室内用餐、餐桌之间需保持8英尺的社交距离 且只有同居仪式者才能共同进餐 洛杉矶监事会主席表示 重开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放松警惕 它敦促人们遵守新时期的防疫准则 CVS连锁药店扩大在加州市代疫苗的分店数量 又有119家分店加入 其中有部分分店位于华人附近城市 如洛杉矶线的阿亥伯拉、帕萨迪纳、威斯特库维纳和蒙特贝罗 目前在加州可施打疫苗的CVS连锁药店总数达286家 符合资格接种疫苗的民众需要预约 3月14日第63届格莱美开奖 著名歌手Lady Gaga和Ariana Grande合作的单曲Ring on Me 获得格莱美最佳流行组合二人组奖项 这是女歌手组合首次获得该奖 创历史记录 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入围名单3月15日揭晓 由华人女导演赵婷指导的《无一之地》 获得最佳影片、导演、女主角等六项提名 《少年的你》也成功入围最佳国际影片提名名单 近日中国北方多地出现沙尘天气 局部地区出现罕见的沙尘暴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主任张碧辉 在中国气象局15日的发布会上介绍 这是近10年以来最强的一次沙尘暴天气过程 已经达到强沙尘暴的级别 中国天气网消息显示 15日沙尘天气的影响范围吸起新疆屠鲁番 冬至黑龙江大庆、吉林长春 沙尘带长达近3000公里 甘肃的嘉域关12时PM时浓度达到每立方米9985微克 北京城区PM时浓度一度超过每立方米8000微克 根据气象监测 19日至20日到来的冷空气可能还会带来一次沙尘天气